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一个美国的代表团要来参加赖清德就职典礼 但是中国大陆的驻美使馆则是在美方公布代表团之前 就敦促美国你要落实 拜登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的承诺 不要忘了 这一次来的代表团当中还包含了庞佩奥 庞佩奥他要来出席 而且他还讲说我如今是一届平民 中国大陆对美代表团到台湾访问不满 只是凸显了他们的核心弱点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抗中派 会这样子讲话 好像也不令人意外 另一方面在520之前 也有这样的消息 就是说解放军的基建 有多达51个基建 就是包含飞机船舰 然后进入到了我们台海的周边 美国的国务院就说要停止军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施压 但是是不是也就是越到就任之前 这样的动作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是5月14号的一个统计 美方是讲说 北京的行径是破坏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当然北京方面也不这么的认为 另外看看美国的间谍机倒是很忙 这个追踪数据显示出来 这一架美国的RC-135U 在中国大陆的沿海进行监视 那其实对于中方来说 你也是一直跑在我的家门口绕啊绕 不也是另一种扰乱吗 那中国大陆他们这样子 进行一些相关的监视之后 其实他们这个RC-135U 是从日本的冲绳起飞之后 先后在7号 9号 10号 13号 进行了多次长航时的这样的一个飞行 那李显龙也提到了 他卸任之前其实他谈到台海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紧张情况 中美的紧张应该还会持续20年左右 因为他说这个充满争议矛盾是非常的深 很需要长时间持续很久 大概超过10年或是20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恐怕都很难以解决这样目前的问题 那菲律宾现在跟中国大陆也是十分的紧张 飞船驶向了黄岩岛 央视就有曝光一段影片 就说解放军的海警就对菲律宾的船只喊话 就说请通报你船的意图 这是他们大陆的官媒 在5月15号的时候进行的报道 解放军的海警船在黄岩岛这边 常态进行维权执法的活动 然后也放出来解放军海警喊话警告菲律宾 就说你这是非法侵扰的船只 这样的一个画面给曝光了 那菲律宾他们现在已经有200位的平民 要到黄岩岛被中国大陆形容说是来碰瓷的吗 所以中国大陆他的船舰也有19艘是在这边严阵以待 菲律宾的是他们民间号召志愿者摆骚渔船前进到黄岩岛 说是要发送一些物资 所以解放军的海警船也是紧跟着菲律宾的一些船只 大陆他们这边释放出来的照片 就说要集结大量的兵力 多方池源往黄岩岛的方向 各地通通都要往黄岩岛这里集结 但是却被人家发现一个事情 当这样的一个中非的对峙出现的时候 美国的航母先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到兵哥的讲法 他说这一定是菲律宾跟美国商量好 不要让大陆有借口说 美国的航母在帮菲律宾掠证 但是是不是对于菲律宾来说也会觉得 怎么又走了 就像是我们上次看到了裴洛西的时候 美国的航母也是对了就拐弯就走了 也是让大家觉得说 闪得挺快 再来美国是不是忌惮大陆的海上实力 有美国的军事媒体战区就有提到说 有看到解放军的新的隐形护卫舰曝光 有垂发系统阵列 还有隐藏主炮以及起降的甲板 神秘的解放军军舰在航行 也在大陆的网路内流行疯船 美国的智库高级研究员就表示 去年11月的时候有卫星拍摄到 船首他们有看到隐藏的主炮 主甲板上层的建筑前方 也具有垂直发射系统的阵列 舰尾也有一些飞行的甲板 根据推测神秘的舰艇的设计 它其实非常注重隐身性 还包含了这个剑桥顶部的尾杆结构 上层建筑以及甲板上 没有大型的天线跟雷达反射装置 船身腰部以上是像内倾斜的平面和切面 这些都是像内倾斜的 但是他们说比较担忧的是 这个船只最早被发现是 8月开始建造 时间非常快 只有过了9个月就看到了 这个船舰实施海事的消息 所以美国新的护卫舰 已经从开工到交付 跟不上这样的速度 你9个月 美国要花48个月的时间 已经被中国大陆甩开好几条街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报道是说 中国大陆在长江的上游 是不是在打造一个 全球首骚无人机专用的航母 也让美国感觉到说 这个实力不容小觑 要紧盯着后续的一举一动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这个520之前的中美较劲 我觉得这个520之前 事实上的话 这一次的这个情势 比过去蔡英文两次的就职典礼 都比较紧张 那这里面当然就变成就是说 对于这个赖清德 这个将来 他四年的走向 可能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那么还是有一些认知上 甚至想法上的差距 对 不过我觉得一切还是要看 这个520赖清德的演讲 那如果赖清德 执意要进行两岸这个目前的 这个恶化的关系 要继续恶化的话 他可以有一种说法 那他如果诚心要改善 两岸的这个关系的话 他又有一种说法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两岸关系 很可惜的 不管是民间 我们台湾民间 有多少不同的看法 现在就细乎赖清德 一个人的想法 那以赖清德过去 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 跟他的主张 跟他的行事风格 真的是难以乐观 难以乐观 那你也看到中国大陆 现在这个对台湾 这个不管在这个战备警行 还有这个战机的这个 这个环台 这些飞行都有增加的趋势 那前一阵子的话 在这个金门 中国大陆也进行了常态性的 对金门的禁制水域 我方所宣布禁制水域 等于说完全无视于这个禁制水域 那么完全在禁制水域里面 进行这个主权的这个巡视行为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实上两岸关系 在很多迹象已经在产生变化 那中国大陆这种做法的话 那不晓得是不是他们有一些情资 或者说已经对于这个赖清德 已经有这个 对了期望不高的感觉了 那我觉得这对两岸关系来讲 都是很负面的发展 很负面的发展 那希望还是就是说 我们在520演说里面 看到赖清德 还是以2300万人的幸福 安全和平 太和平为主要的出发点 而不是从他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 还有他这个政治性格 展现的这种政治性格的角度出发 所以很可惜的 两岸关系到最后 几乎就是一个人在决定安危 在民主的体制 再多的这什么一些政治的宣传 都不如一个人的心之所向 心之所念 这是任何政治都跑不掉的 认为有民主有什么用 对不对 有这个体制有什么用 有这个宪法有什么用 最后还是一个人在决定 所以这也让我们上一课就是说 真的在决定 那么谁进入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一号 是会影响到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的福祉的 那就是说 这个菲律宾这是所谓的摆船齐发 本来以为他们顾及国家颜面 搞一些像样的船 就还觉得是有所准备 结果看了电视影像 那种就是那种 一个人的滑的船也跑出来了 而且非常的多 那种船的话 基本上它不能过夜的 上面能够就坐两个人 也算一艘船 然后去了上百艘船 结果后像也有些报道说 根本不到百艘 就是两百个人 这个基本上的背后 也不是菲律宾政府在出面来筹办 是一个NGO菲律宾的 一个民间的团体 整个出来那个场面 把菲律宾看起来这个国家 看起来像是真的是第三世界国家 拿不出像样的一些民间的力量 我记得当年我们这个 我们苏澳港 南方澳港 去钓鱼台 去展现实力 去维护我们国土的时候 那时候船出来开出去 都是我们那个机帆船 声势浩大 所以真的是以国力来比的话 菲律宾这个国家真的还算是非常落后 而且这个打法的话 菲律宾这个做法 虽然政府躲在后面 可是各方面的报道都认 这就是一个认知战而已 一个文宣战而已 菲律宾维护主权就是搞文宣战吗 就是搞认知战吗 你反观中国大陆维护主权的话 实实在在的 四艘到六艘的这个海警船 已经在那边严正以赴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二十几艘的铁科遗船 也在这个黄岩岛的泄湖的入口处 挡得秘密严严的 那另外远处还有中国的海军的舰艇 所以基本上就等于有三道防线 那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 菲律宾要汇选的黄岩岛 因为这个黄岩岛距离 这个苏比克湾只有100海里 相对的中国的这个 西沙群岛的永兴岛 有340海里 可是距离远近 看起来跟实力没有什么影响 中国大陆很轻易的集结了 二十几艘 到三十艘的这个民用的 这个还有公务船只 就在那边严正以待 菲律宾去了 结果是一群乌合之重 然后主要我看它搭载的是什么 是摄影记者 想要借这个做一个文宣战 这个战争 这个好保卫国土 或者争取国土 搞了半天是以文宣为出发点的话 你就晓得了 它到底在玩什么 那中国大陆的捍卫领土 那是扎扎实实的 用公权的力量展现实力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给我的感觉 这一次他的这个摆船齐发 在我觉得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领土的这个 这个争夺战里面 菲律宾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好 来请教杨老师 李显龙交棒了 给新加坡的第四代领导人 而且在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 才出生的 就是黄寻才 那李显龙他就提到 在台海危机 是中美的竞争对抗 未来的20年可能还是会持续的 我都记得很清楚 1996年的时候 当杭廷顿那个时候提出文明冲突论 洛阳只贵 大家都不断的在追捧他的这个观点 他认为冷战之后 不再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竞争 而是不同文明跟文明 他讲的最主要 西方文明要迎来可能 就是儒家文明结合 这个就是伊斯兰文明 来对抗儒家文明 所以要结合俄罗斯 日本等等之类 96年他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在台下 他的公开预测 他说当李光耀去世之后 的新加坡会立即瓦解 李光耀过去了 经过了两个世代的领导人 没有错 包括他儿子李显龙做了20年 大家知道现在新加坡 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不需要再讲 然后整个 和平移转给黄勋才 黄勋才在新加坡 独立之后出生 在新加坡念完高中 新加坡政府 支持他去美国念高 念大学念措施 回来进入到新加坡的体制 新加坡的政治体制 跟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 有人叫中心模式 所谓的贤能政治 你看看自己的国家黄勋才 那黄勋才这两天上台之后 他谈到说 他说我们不亲中也不亲美 我们亲新加坡 但当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 其实要告诉全世界 也就告诉东南亚 代表的东南亚说 我们不亲美 不受美国的影响 他在台独议题上 他说不支持台独 反对台独 他讲了个更深刻的话 我觉得日本韩国当然都懂 他说我们不允许自己 被利用为支持台独 这个话其实他就是语重心肠 新加坡人 不管是哪一个领导人 谈到国际事务的时候 都被全世界很仔细的倾听 因为他代表的就是 全世界观察最盛这个透彻 所以现在很多 尤其在这个区域 现在赖清德要就职 他不允许新加坡 被利用为支持台独 现在更重要的是 赖清德自己主了一个独派政府 所有的现在内阁当中的 政治性重要职务 通通都是独派组成 知名独派 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两岸关系怎么发展 新加坡这个时候 李显龙下来 黄群才就任新总理 所讲的话语重心长 好 来请教立将军 我觉得这艘神秘战舰 应该就是从去年开始 大家传闻中的057 这个超级战舰 为什么大家说是超级战舰 第一个 它的技术来讲的话 它是隐身战舰 但是它的隐身 不是跟美国的朱姆瓦特 集的那艘驱逐舰不一样 朱姆瓦特是完全靠外表的油漆 跟隐形战舰一样 还有它设计的角度来 将敌人的雷达波给它折射掉 但是这艘战舰它是用最新型的 叫等离子隐身的这种技术方面 所以它本身的舰船 除了说造型之外 它另外还有利用黑科技 就是等离子隐身的技术将它隐身 第二个这艘战舰来讲的话 还有几个特殊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用马伟明博士所研发的 这种中压直流全舰的一个全电推行系统 也就是说它不是已经直接去推动螺旋桨 它已经去发了电以后 用电来推动螺旋桨 这样前进的话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它全舰来讲 这个电力可以中央一个控制 也就是说当我要前进的时候 我把所有电力用在螺旋桨来推进 当我要用在其他方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到其他方面 用在哪方面呢 第一个它可能会上 大家研判 第一个它就可能 有可能会上电磁炮 因为它电力很强来讲的话 就可以用电磁炮 也就是说它这个炮弹射击出去 不是用火药的 而是用电磁力量把这个炮推出去 这样的话射程可以更远 可以更精准 第二个它可能有 很可能有这个什么 就雷射武器 因为雷射武器也需要大量的电 雷射武器对无人机 或者是禁迫防御的这些 攻击到它的飞案来讲 是非常有效的防御一种手段 第三个来讲的话 它是可能是全电的一个推进 我特别在这边 跟各位观众做一个比较 美国的朱姆瓦特 造了三艘以后 它就实在是生产不下去了 最近来讲的话 它进场要把它那个主炮给它拆掉 一个主炮拆掉 它就等于说当初承认自己设计的 完全一个失败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中美两国光海军 我们从这套军舰上面 就看得出来差别在哪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忙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